每日灵亮我要听 每日灵亮每天听 神的话语在我心 要存记在我心 要存记在我心 阿们 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二十三章 也是今天哥林最后的一个章节 那我挑的是十三章的七八节 我们求神叫你们一见恶事都不做 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叫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 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 只能辅助真理 在这里蛮特别的 保罗在这已经快最后了 他在讲到说 我们求神叫你们一见恶事都不做 有解经家是特别讲到 他是说不是可以做恶事 是连一见恶事都不能做 连一见恶事都不能做 那个恶事是没有价值的 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 我们在带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帮助他们 一见恶事都不做 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小家园 我们要帮助他们 一见恶事都不做 第二再来他讲到 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蒙悦纳的 是要叫你们行事端正 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 他所做的事情不是要为了自己 都不是为了自己 是为了哥林多的信徒 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事情 好像我们在讲一些话 我们其实是为了自己 我们都在为了自己 那这里讲到的行事端正 要叫你们行事端正 在原文讲到的是一个行善 行善 保罗渴望他们更多的行善 蒙神的悦纳 那行善呢 有解经家 有牧者曾经这样说 行善呢 就是行神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那个善 行善 不是指我们去坚钱 我们去照顾弱费 弱的 不是 他讲到行善是讲到 行神要我们做的事 行神要我们做的事 那 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 好像就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牧者的心肠 就是你知道你的光景对了 别人怎么看我没关系 别人怎么定罪我 怎么批评我 没有关系 重点是我所带的你们 我所牧养的你们 你们的光景对了 这是最重要的 你有发现好特别 好特别 我觉得家人们 如果你在做牧养的工作 不论你是小家长 小组长 或者是区长 或者是牧者 你真的留意 你有没有常常在乎 你所带的人 他们的属灵光景怎么样 还是你比较在乎自己 或者主日学老师 青少年辅导 我都鼓励你 你有没有常常留意 现在他们孩子们 青少年们 他们的属灵光景 现在如何 我们有没有常常 有这种的心智 然后甚至我们敢告诉他们 不要去做 一件恶事都不要做 行神要他们做的事 我们这些做领袖的 牧者牧养的 我们有没有去留意这些 还有真的去关心到 他的属灵光景如何 再来不讲到 我们第八节讲到 不抵挡真理 只扶住真理 那个抵挡 有一个词 是按照他的意思 好 就是说 保罗呢 他在乎的不是自己 而在一起来强调 他在乎的是 这些信徒 有没有照着真理而去做 有没有照着这个真理 一直的去行 好 那我们真的很重要 也就是神对我们说话 我们有没有照着去做 这就是辅助真理 那我们对神的话呢 避重就轻 或者呢 拐弯抹角的去做 这就是抵挡真理 我不知道这样 你有没有明白了 好 那好不好 我们安静一下 想想看 在你常常生活当中 你是辅助真理 还是抵挡胜利 愿神祝福你 阿们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喜欢的话 可以帮我们分享 愿神祝福你 拜拜